男人才是禍根 这个话我想爱云一定很有感触 据说你就是在男人闯户下的受害者 来谈谈你的前夫 你把眼镜弄起来了 你要见江东富老 我要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其实我跟他认识 其实真的是一个缘分 我要讲得很快 其实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跟他认识真的就是一个天注定 因为其实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 其实他已经结过婚了 他有两个孩子 有一天他就指着电视 他就说他要娶这个女孩子 他说这个女孩子长得不错 他要娶这个女孩子 他老婆就在旁边 听的时候他老婆说 娶这个女孩子 怎么可能 所以他就乱点鸳鸯谱 然后又话说到我20岁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玩蝶仙 然后我就玩蝶仙 我问他说蝶仙蝶仙 我未来的另外一半是长什么样子 就显现的是他的样子 好 那就是这样 你讲是真的 是真的 显现是他的样子 是真的是这样子 蝶仙会显示一个外表吗 因为20岁的时候 我听他讲说 你可以去问蝶仙说 你未来的另外一半长什么样子 我就真的去问了 结果就显现他真的是他的这个影像 在你的脑海里 在我的脑子里 对 然后就在那一年 有一年就是华市去绕军的时候 我就去绕军了 结果那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坐了十天的议演了 然后要回家 结果也不能回家 就台风天 那要怎么办呢 只要是借麻将 跟谁借就跟他借 那跟他借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 他从那个广场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真的是 那时候见面的时候 就是定格 我们全部定格在那边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我 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那我看到的就是 我呈现的那个景象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就是一个缘分 你好像在讲电影 真的啦 真的跟我讲的是真的 你说定格是什么吗 不是发誓 真的是这样子 对 他就从那时候开始 就留了三天 这么巧就是你借 喇麻将就是跟他借 对 然后呢 然后他 他讲说他要娶你 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 就说他要娶你 对 他要娶我 所以他老婆在说 笑的心肝肥 怎么可能嘛 不可能所以不理他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做 乱点冤鸯谱 就被他点上 然后就是在某年某一天 又见面 然后看到我 我看到他 那我们就定格在那边 怎么会 等一下 那你去绕军 打麻将跟他借 两个人定格 可是你还是要回来 我回来了 后来 那他也是有家事的人 他有家事 他在那边追我 就是我留三天 那那三天他就一直陪我 他真的对我印象很好 他就陪我 好 那当然我一定要回去 我也不理他 什么叫他一直陪你 那么多人 没有啊 就是他会私底下陪我去喝咖啡 吃饭 什么的 留电话给我 那我也不认为 你知道他已经嫁了 他已经嫁了 他已经嫁了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我就是不理他 我怎么可能理他嘛 后来我们真的就回家了嘛 回家的时候 事过半年 他有跟我联络 他跟我联络 然后就 后来他就说他过来 我说好 那你就过来 后来过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他已经结束这个婚姻 我说那既然结束这个婚姻 就可以来往嘛 对啊 就这样 大概我们相处 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们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结婚了 那时候真的很奇怪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谈恋爱那一年当中 我们都是打电报 因为当时的妈祖 应该是战区 前线嘛 对那个时候 其实完全没有电话 战地 对对对 然后我要打电话 一定要到他朋友的军营 去打电话 然后他要到什么乡公所 还是拿去接电话 我们才有办法通话 要不然我们都打电报 电报要写什么 就很简单 我想你啊 我爱你啊 你在哪里啊 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真的都是这样子谈恋爱 我打过去他打过来 都是用这种电报传讯息 对 你知道吗 电报说到就是 啊哈喽 比方说这个何亚云 电报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对 你没有说过对不对 对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 那年代可能有点远 对我来讲 我一讲这种年代 就割了我的年纪 真的很特别啊 很有意思 对啊 真的是很好玩 但是电报都很简短 很简短就是 想你啊 爱你啊 什么时候来啊 那我什么时候到就这样 那我就罚过去 那怎么算费用呢 它是算字吗 算字 所以难怪那么简短 对啊 那时候真的是算字啊 对啊 你为什么要写到我想你 你就写想 这样就好了啊 没有那么穷啊 就这样好 这样就好了啊 没那么穷啊 你也太幸福了 这位先生 对啊 就这样子 对 然后就这样子 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就决定要结婚 那结婚的时候跟家人讲 那马蜀那个地方 那时候算是华氏立鹏的一个新人嘛 那我怎么可能嫁到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记者叫做余月银 阿余月银 对 他对我很好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报道 对对对 他说灌溉 那时候我刚好演一部叫悲情城市 刚好要杀金酒 然后我就说我要结婚 他说他就说 艾云不要吧 干嘛要嫁那么远 嗯 我说那怎么办呢 还要参戏嘛 然后就不管他 他就写了报道 他说灌溉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 那时候大家都在吃杀金酒 但是我就嫁到马蜀去了 对那就有这个报道出来 其实也不知道 真的是被艾冲昏头那时候 那家里有什么 你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前夫 你看看 这个有多帅啊 天啊 怎么有 有多帅啊 陈凯伦啊 陈凯伦 陈凯伦还帅 对对 我说那个样子 有点像 那时候我们去马蜀的时候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认为说 我们是 马蜀的情汉跟林清祥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人讲说 如果不认识我们的人 他娶不了我 真的 真的因为那时候 在那边太红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一个艺人叫到那个地方 一定很红嘛 然后街头巷围就议论纷纷啊 所以就有人跟我们讲说 啊 这哦 这种婚姻 没有半年就离婚啊 我真的是亲耳听到 对 你在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然后嫁到一个很偏僻的这个地方 那个等同是占地 其实我到那时候是非常非常不习惯 那个时候没有厕所啊 没有厕所你知道吗 不是有厕所啦 没有 有厕所 但是我家里没有厕所 对 他们都用那个夜壶 夜壶 就是以前那个夜壶 然后早上起来 大小后都在夜壶 对 然后早上要去倒掉 倒掉 然后再拿回来 两年钱啊 还没想起过这样子 真的 干嘛要想多久一天 我安啊 他家里没有烧 都烧味 可是早上早上去倒掉就好了 真的三毛钱 这个就是爱云 对不对 那时候结婚了没 那时候那天订婚 这是订婚照是吗 对 你也叫他撒到吗 很多人都说他比我更像明星 他是真的蛮帅的 我觉得是耶 你也叫他撒到对吧 他真的 撒到对吧 撒到 撒到顶八颗 顶八颗 其实他眼睛真的会勾热 而且他口才也很好 身材也好 脑袋也好 来 再看一下 好 这张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就这张是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你看有多帅 真的是耶 我老实说 这个女生真的爱你 她那个头发还是临时我帮她弄 她结婚 那天我很生气 我说那天她没有弄头发 就要来结婚 我说你今天要来干嘛 她说今天要结婚 你结婚你今天没有弄头发 她忘记你知道吗 我在想说你是结过一次婚 什么都忘记了吗 我那天就很生气 真的好桃花的脸 你是觉得桃花的脸 是是是 她其实就是那种公众人物 应该要带桃花的脸 她是为了娶你 所以跟前妻离婚 其实她是 那时候是说 她们之前就感情不是很好了 那她只能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是真的 她离婚之后才结婚